泰戈尔说 虚伪的真诚 比魔更可怕 人心格肚皮 虚伪的人善于伪装 他们往往当面对你说些好听的话 将你蒙骗 与这种人相处 一定要有防人之心 其实 与人交往不仅要把眼睛擦亮 耳朵同样要精灵 你的善于分辨言语的真诚与否 交往时越爱讲这三类话的 千万不要交心 早就和你说过了 患难见真情 朋友的真假永远都要以行动为准 当你遇到困难时 不失以援手的 远没有见你就躲着走的人可恨 关键是这类的人 当你困难缓和的时候 又会自动出现在你面前 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 早就和你说过了 这就是你不听我的下场 殊不知 他们哪有在你遇难时说过些真言 明明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虚伪嘴脸 这些话 只是他们掩饰自己虚假的面纱 他们就是怕失去可以为之利用的人 所以时候才用这样无谓的话语来掩盖自己躲逃的真相 真朋友就算在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没办法伸出援手 但在时过境迁后绝不会说些无意义的废话 他们只会对自己没有能力来帮助你而感到抱歉 日久见人心 真正的朋友 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伪善的人迟早会败露他丑恶的嘴脸 钱不是问题 俗话说 谈钱伤感情 可是不谈钱也是问题 虚伪的人通常都会伪装自己很大方 总是把这只是小钱 钱不是问题挂在嘴边 其实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这个 生活中总有些人 遇到饭局结尾该掏钱是总会借故离开 而明明组织饭局说清课的又都是这类人 等你结完账 他们又会装作无事发生 自动闪现回来 说着不是说好我请客吗 你怎么把钱结了 下次 我再请回来 不准和我抢了 他们洋装懊恼的样子 心里其实开心又占到便宜了 这样的人往往贪得无厌 他说的下次只会遥遥无期 不想谈钱的人 往往不是不在意 而是最在意个人得失 真正的好友 只会认真谈钱 他不会让朋友吃亏 也不会占朋友便宜 一个不跟你谈钱的人 也最好不要交心 做人不要只看钱 但也可以通过钱来看出朋友的真心与否 遇到不谈钱的虚伪朋友 请及时远离 你说的都对 正所谈中言逆而立于行虚伪人当面说一套 背后做一套是他们的常态 这类人往往面上笑面虎 对你说糖衣炮弹迷惑你 背后却恶意重伤你 甚至背后捅刀子 他们当面对你表示赞同 认可 实际上背得却将你贬得一文不值 越是虚伪的人 越不会给你真诚的意见 哪怕他明明知道你这句话说错了 或者是这件事做错了 但是他也会说好话恭维你 最可气的是 等到你的错误的话语或是可以为他们带来好处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顾忌地将你作为他们上升的垫脚石 虚伪的人 他们可以进任何人的身 却走不进任何人的心 我们这一生 需要的是可以给你真实建议的朋友 而不是只会拍马屁的朋友 虚伪的言语 有多动听 最后就有多伤人 爱听好话是人的天性 虚伪的人正是抓住这一点 再潜伏在你身边 让你得意忘形 最后为他所用 远离那些溜须拍马的人 才能避免走入别人为你设置的陷阱 朋友的数量不重要 重要的是质量 教朋友不要去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要去看他的实际行动 真诚的朋友 值得我们一辈子善待 虚伪的朋友 一秒都不能多留